妮陀佛期 到今天就圓满结束了 我坐在这里看到的熟面孔比生面孔还多 虽然我没有进来参加 可是我那个地方监听有修理好 不过有时候有声有时候没有声音 我还是没有定力那个心随着 有声音的时候我把我的心提起来 没有声音的时候我不知道去找 这个里面在念佛的情形 不过只要那里有出声音 我觉得大家念得都非常的用心 到今天下午 还有一对夫妻 是我在我们这里 林山寺居室去做陶寺展的时候 在彰化美学中心的志工 在我们聊天之间 到我快要离开的时候 那一位陈老师问我说 师父我可不可以加你的赖 我想他既然有那么一点心 我相信他对佛法一定有一些兴趣 那我回来我们的法会就快要开始了 他还经常跟我联络 他说我好像对佛法也有一点点热心 前天晚上他说 我想星期一我可不可以到你们的道场来 我说当然欢迎啦 但是我们现在法会正在举办中 我们到星期一才圆满 他跟我说 既然法会 我相信你平时都已经很忙啦 法会当中更有人去找你 那我在下下星期的星期一我再来找你 我说你想要了解我们的道场的话 正好在我们法会举办当中你可以来啊 我知道他是在彰化某一个高中的老师 然后他说他的先生也可以陪他一起来 那今天他说我十点半就可以到这个地方来 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邻居室呢就想 他在那里展示的时候 这一位陈老师呢也是帮忙在导览 所以他来呢也正好是休息时间 他就说那去陪他一下吧 聊天聊天聊到我们最后 我说中午你吃把饭再上来 那他对我们的建筑 甚至于说我们的这个各项设备 他说他从来他常常去参观 一些艺术中心或者是什么 他说没有一个道场像我们这样非常庄严的 那因为今天中午呢正好 在台中的一位吴老师 他们台中有一个仁爱之家 过去呢大概是祖母呢 我们在台中有一个仁爱之家 所以他说我们的仁爱之家呢 就是我们的仁爱之家呢 我觉得这个仁爱之家呢 这个仁爱之家呢 这就是我们的仁爱之家呢 本来就是我们的仁爱之家呢 我不知道是怎麼講 就已經要到法院相見 很苦惱啦 那吳老師他們也想盡辦法 甚至去超渡那邊的眾生 我說 你瞭解佛法 認為他的祖母把地獻出來 可是當年當時 所以我說我們不要認為我們是慈善機構 他要跟你走法律 他說可是我們建築物建在那上面 那他們這樣子來講是不對 我說對啊 地是祂的 你地上物雖然是你的 他要叫你地法律 那地上物你們要怎麼弄 我就不管你 所以我曾經勸那個吳老師說 我們不要講佛法 對那個不了解佛法的人不要講佛法 我們還是用法律方面 我們好好的去解決 也許這個慈善機構需要拿出一些錢來 那因為在當時呢 他們也是進來參加我們中午的武功以後 我說下午你們吃飽飯再上來 我們再來聊 那我也請那一位陳老師說 你們來匆匆忙忙 十點半才來 那等一下吃飽飯你就回去的話 大概對我們這裡也沒有什麼了解 那因為那一位吳老師有事情呢 我們請我們裡面子恩居士 因為林老師說他有見過那個子恩居士 所以等一下他也贊成說 請那個陳老師他們呢 上來也跟那個子恩居士聊一聊 很奇怪的事情 他只是說聊一聊 可是進到我們的會客室以後 他第一個就是指陳老師 他們夫妻兩個要跟他見面 這是我一向以來啊 很為難的地方 他們對我們到場都完全不認識 然後呢 他們也是一個三十多年前就已經 不是流產是墮胎的孩子 也是很孝順啦 就像那一天那個陳小姐跟我們分享的 他們說他的孩子已經 流產 早產啦 四十多年啦 到現在他已經快要忘記這個孩子 結果這個孩子出來 我想想怎麼那麼像啊 然後那個孩子就說 爸爸跟媽媽 他問他你是男孩子還是女孩子 他就說 我是女孩子 我很會講話 我又很乖 而且我可能可以好好的做生意 我就說 請問陳老師還有那個 他的先生是黃老師 你們現在家裡是不是都是男孩子 他說對 為什麼 我聽那個孩子在講就是 你沒有女孩子 他說如果 我在的話 我就可以跟爸爸撒嬌 可是媽媽一定會 很妒忌我啦 就講了這些 講到最後 他說 你還是要吃素 你的身體才會健康 不然你現在覺得 那時候很會對我掉眼淚 他說 以後你們家要掉的眼淚 不是這個眼淚 是掉不同的眼淚 而且呢 你掉眼淚也已經來不及了 他跟這個 那個爸爸說 我當然很心疼你 可是吃素的事情 我會慢慢來接受 慢慢來改變 我聽了 心裡很著急 我為什麼要先講這一段 剛剛我要進來之前呢 我在我們的會客室 有一位居士他也想說 我不要參加這個大會像 我要回去了 我們現在陳雲和居士 他能夠到我們極光寺來找到我 其實他們那個姐妹也有關係 談談談談談 他說我們極光寺的師父是某某人 那個陳雲和居士跟我已經分開五十多年 他七歲的時候就去找我耶 那時候七歲的時候 所以現在呢 我五十多年沒有見 他們就說我們師父是什麼人 那他馬上讓他跟我打電話 這個陳雲和居士說 五十多年 連我家裡姐姐哥哥是什麼名字 你怎麼還記得呢 我說當然 你們的長輩對 奉上佛教人是非常的扶持 我先把這一段講 其實我不是要講整套的啦 來這個地方 就是很多人都能夠了解 跟我們不同空間的一些人 我們認為有沒有真的有 因為前天我很 很感慨的就是說 現在做兒女的人 只要以前長輩打過你罵過你 你恨他恨的 現在了解佛法 叫你要好好孝順他 你都會覺得 為什麼他那時候要打我罵我 還放不下 或者是向他們認為說 反正我把我的祖先人家到場說 你們就不用拜啦 每次拜就到我們這裡 你們不在的時候 我們也幫你們請下來拜啊 其實現在坐在裡面那一位黃小姐 我讓她告訴前天來跟我們分享的陳小姐 因為她的先生究竟是 來到我們這裡是第二次 那天她跟我講說 師父 我 今天正好滿月 說她吃醋滿月 就是表示蛋奶都沒有吃滿月 我說你的氣色 你有沒有覺得你比以前好 這次法會她本來是今天 說今天才有空要來接她的太太回去 可是偏偏在三天前 她的媽媽就出來 然後真正是她自己的媽媽 怎麼姻緣那麼好 然後就告訴她說 是她的媳婦來這裡 求地藏菩薩 然後她每天現在都念地藏軍 她那天也跟大家分享了 她才能夠出來 那情形完全都是跟她要往生之前一樣 各位你們在座的不是每一個人的姻緣都是一樣 可是相同的就是 你進到這個道場來 你是形式上我不來不好意思 師父可能會打電話來問我說 你這次來不來 對不起極光寺 連這個電話會都要省 那如果你們說 阿叔又沒有打電話給我 那我就可以不要去 我也不知道要跟大家怎麼解釋 我們自己 我有我的父母 你們有你們的父母 所有人的父母都一樣的 就算他現在很好 比如說他 現在可以享受很好的別墅 甚至於說 每天會用的很多 可是他的孩子哪怕說 爸爸我這個月 我拿了六千塊 正好我六千塊讓你去買一點水果 他有幾千萬啊 孩子給他六千塊他非常歡喜 可是有些人就認為說 人家別的做兒女的人 死了以後 現在有三天喔 就讓他出門了 然後從出去以後 家裡根本也不要受排位喔 我說如果有子女的人 為什麼不要給自己的長輩排位 如果你跟我講 我把他請到極光寺來 他來這裡不是更好嗎 凡夫還是有凡夫心 所以從我們的法會一開始 不到幾個鐘頭就有人告訴我說 喔 那個九品連這個步道上面 佔滿了很多老人家 說去看看自己的孩子有沒有來 如果我跟你們講 我們有沒有看見 你是用這個來恐嚇我們一定要來嗎 不是這種事情 那在雖然短短的七天時間 就是連到今天 還是有很多 擅自是借姻緣 來告訴他們的子女 或者是子女 未來要孝敬長輩 連那個吳老師 他是在台中佛教聯社那邊 他是雪公的八大弟子之一 可是他們的長輩 也還出來在告訴他們說 我是什麼人 因為他們娶一個媳婦 那個媳婦是去年還結婚的 不知道是今年年初 因為疫情他們沒有請客 在最近呢 他們就到那個梨山上面 因為那一位老師 就是他的媳婦的阿公 是在梨山那邊種有機茶 那然後往生已經有十多年了 這一次那個吳老師他們呢 就是因為疫情沒有到別的地方去 就到山上去 幾個人跟那個老人家撒來做水 然後跟他念阿經 他今天來說 就是因為親家有到山上去 我才可以來 他很好笑喔 我們給他做水的時候 他說 我十多年沒有喝茶了 你們這裡有好茶 能不能給我一杯茶來喝 然後就講了很多 因為子女有發心 甚至於那個親家發心 他這一次才能夠到這裡來 還有呢 一個中民困居室 他的弟弟經常就是說 自己在家裡念佛 中祭祀有來 這一次呢 這個弟弟就說 一個佛妻當中 我願意住到這裡來 他讓他身體也不舒服 因為我當場沒有在那裡 可是到最後他來講 因為有這種事情 我來跟大家講一講 以後我們 不管是什麼法會 或者是一天的 哪怕你來念一炷香 你都要對自己的 想像得到的人 你要請他們一起來 念佛拜佛 否則的話 他說 你只有帶著爸來念 你有請我嗎 那個中民困居室他們家呢 他有一個幸存的長輩 那他就跟那個中民困居室的弟弟說 你最近覺得你身體怎麼樣怎麼樣 有沒有 他說有 他說你請祖先 你們每一次請 你有沒有請到我 中基師說 有啊 我也有寫 陳家的歷代祖先 他問他們兩個兄弟 你們憑良心講 你有幫我們寫一個排位 你們大家聽好 你有幫我寫一個排位 可是你心裡想的是 我們最佳的還是 你只有想中佳的 他說如果你有事 你說 是我們中佳的什麼人 什麼人嗎 為什麼你沒有問到 是不是我們 他真的嚇了一大跳 那個吳老師呢 坐在旁邊 他想 他們在那個聯社 大概也只有说法会的时候 请法师来帮他们念念经 在家居士 是不是像你们现在人来了 嘴巴带来了 你有没有把心带来 一直在观想 我们念每一句佛号 我都是要为这些祖先 或者是我以前伤害的众生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记得他们在那里讲的时候 陈怡被医师正好也进去 他证明了 他以前自己是医生 吃的东西是不应该吃的 那不只是这些 他还有很多让他很苦恼的事情 后来我说 只要你到回日本的那些教学的医院 或者是其他那些医院 或者你现在在台湾 你再到各医院去 或者送自己的长辈到医院去 你一定要请那边 很痛苦没有人解救的众生 他会体会到真的 他身上那种让他苦恼的情形就减少 而且他带的那个瓶 这么小一点点那个瓶 水是一样的啦 都是作水 要请那些众生都到那个 作水瓶里面来 他拿回来只有一点点 可是那个重量很重 各位如果你们想 只要用液体的东西进去 哪里会重量非常重 确实是很重 那如果你放水或者是放水银 应该会有差别吧 水银跟水 重量会一样吗 不一样对不对 水银 可以吗 水银跟水的重量会一样吗 不一样 那就是说 明明是水 可是那个重量很重 我记得 我们不能到 外地去度众生的 我们最后一次是在东北 然后我们一路 从东北 那个同样的车型 我们要回来的时候 说换另外一部车 那个车子的重量就很重 所以你们不要想 我到底我请的众生有没有来 真的都有 你的祖先 你念佛的时候 多诚意一点 他的痛苦就会少一点 我只能从最近 在我的会客室里面 经常一次一次来告诉我的 就是这一些 再怎么讲也是啦 大家不应该说 这一次我再提醒你 下一次再提醒你 其实你了解这种道理以后 你要时时刻刻 不是只有在这里 我常常讲 你们在这里请 你们的长辈 然后呢 你去吃饭的时候 那个忘恋就纷飞 现在还好啦 过堂啦 你不能抢在我 抢在前面烤的 我自己先吃啊 要你起心动恋也比较少 所以有很多技师告诉我说 用这样的过堂方式啊 大家也不会起心动恋 或者好的 我不管后面的人 有没有的吃 我今天看到有一位技师 他写说 以前我喜欢吃 我吃六粒的饺子 前面的人 没有几个人就吃完啊 后面的人连饺子汤都没有看到 那个盘子也看不到 现在他就会想 不行 我只能拿两粒 如果后面还有 我再来拿 你看 我们到了那里 没有顾着要 请我们的祖先 来保持甘露法味 我们就是 自己贪恋啊 我走前面一点 我可以把好的都夹完 你看看 现在念头都是这样起的话 有一些祖先出来就是说 他要去夹的时候 起来那个念头 我们什么都没得吃啊 所以这是 那个空间跟这个空间 真的不一样 到第三天我们法会的时候 就很多人告诉我们说 师父很谢谢你们 不是我们的祖孙来这里参加念佛 这是在大厨里面 每一位煮东西的人都发心说 希望所有一切 来接受超度的这些众生 都能够保持甘露法味 而且希望这个都是很美味 每一个人都能够吃的 所以每一次就来告诉我 谢谢你们啦 我说你要自己去 谢谢大厨那边 他还讲不只是这些 连在护持的人 也是非常的细心 贴牌位或者是什么 都会发心着景 所以他一直要我说 你一定要来帮我 谢谢这一次来扶持到场的人 甚至在这里的每一位师父 在念经的时候 都全神贯注的在招请 他们告诉我说 师父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莲花 一朵一朵都一直往上 然后前天呢 张时玲居士 在我们在上面分享的时候 他们因为是我们中午嘛 就是武功的时候 在分享的时候 他在那个桌子上 已经把菜都分好了 很奇怪 每一盘每一盘上面 就好像那个灯特别照在那一碗上面 每一个盘子上都放光 而且都是莲花 连地上也全部都是莲花 可见呢 你们在上面这边 在念经的时候 也都非常的用心 那这些众生 他说你们是看不到 可是我们受益的呢 都跪在那里 再谢谢大家 我们想想 在这么多人里面 我们看受他们对我们这样的血液吗 如果我们是进来懈怠 称恨心也有 贪恋也不除 我们的祖先 我们要超多的众生 能够蒙受多少利益呢 所以我希望每一位居士 来这里以后 一次比一次精进 一次比一次 把自己心里的烦恼要去掉 不好的习气要去掉 希望只有世界不是 叫阿弥陀佛弄好了来给我们 我们也有份 你少一点点烦恼 在人方面不要说 我看到别人 讨厌别人 批评别人 或者是去伤害别人 那这个是在人的方面 友情世间方面 我们尽量把我们 不好的习气去掉 那在去世间方面呢 我们尽量不要去破坏 大自然的环境 尽量能够保有 这个大自然的清静 西方极肉世界 不是等佛菩萨制造 然后我们呢 主要我观想以后 佛菩萨一定把我带去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得生彼果 你现在的每一个念头 每一个举止 是不是都要 陪善根福德因缘 还是别人陪善根福德因缘 来让你享受 这是我们应该 每一次法会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考虑的 因为今天还有很多人 要赶着回家 我只能在这里说 代表我们大家 我们谢谢这几天来 做天除妙共的这些菩萨 我们谢谢他们 还有付出我们 能够让我们每一住乡 都好好来修行的这些居士们 也非常的辛苦 我们也谢谢他们 还有我除外 这些师傅们很用心的带大家 大家也帮他们鼓掌 我也要鼓掌 因为我还是要谢谢他们 好 我希望大家回家以后 灾难不断 希望大家还是不要放逸 分分秒秒都要修行 参诺念尽横沙佛 便是莲花果理人 我希望你们每一刹那 都在好好向佛学习 好 阿弥陀佛